各位親愛的家人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周周打開心靈的所思 心念的力量 每日的起心動念 可能來自累積過去種種的善因緣 促成你當下美好的一開始 讓我們保持美好的心念很重要 首先我們恭請大德樞紐 來為我們慈悲勉勵表示一個姬 一掌聲熱烈 再來 蘇牛好 三 大家請坐 請坐 感謝天天時德 感謝廟集大地 感謝黃老蘇牛 更感謝我們各位家人 大家平安 大家好 蘇牛好 繼續來談我們心念的力量 談到這個保偶當下 積極努力 有三個老朋友 他們年紀也大了 那相繼 相繼之後要離開了 他們第一位就說 今日的相繼真的是非常的難得 今天散會之後 不知道明年能否再相逢 這個一般 如果年紀大了 有時候要相逢 也是很難去掌控的 是 年輕人也是很難掌控 因為有時候 現在的人就 距離遙遠嘛 飛機可以飛得很年 跨國的機會也很多 第一個就講這樣 這個是在講說這個年紀 大了 就是無常 無常變化很大 隨時都有可能會怎樣這樣 那第二位就說 何必等到明年呢 今天晚上脫下鞋子和襪子 不知道明天有沒有機會再穿 這個真的是有點太無常了 那第三位就說了 何吸等到明天 這一口氣吐出去 就不知道下一口氣 能不能吸得進來 這個用把握當下 積極力來前置他這一句話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 有時候我沒辦法去感受到 那種 時間的無常 時間的強盜 搶走你的人生 如果沒有 聽這個信任的力量 你會認為說沒有關係 但是你不知不覺中 你的人生被時間搶到搶走了 不知道 我們基金會有一個教授叫李丁文教授 他今年已經是七十八歲 七十八歲 對 他很認真來講課 到我們攝影棚來錄影 已經是教授退休了 現在剩下兼課而已 退休了 當然他 當到教授 當到這種年紀的時候 他才體悟到人生 他說前段都浪費到人生掉了 早期是十三祖等的高級公務人員 下班之後 就吃吃喝喝 把人生浪費掉了 剩下禪禮的時間 要去教點書 到人生最後這段 他得了道開了諸位之後 他才領悟到 這個才是人生應該要做的 所以他就從皇母信主食罪 還有性禮提示 生死學 這三個科目啊 就一直專題一直講課 他希望有緣的人 有福報的人 有助課的人 可以看到這些影片 對人生會另有一番的體悟 在他們這種年紀 在那個年代 可以讀書讀到博士 也算很不簡單 但是當他得了道諸 開了諸位諸門諸 他才曉得 以前過去種種啊 都是浪費人生 浪費人生 他沒有去領悟到啊 得了道諸後他才想到 去領悟到說 靈歸何處 人生到最後 這個靈魂會離開這個身體啊 這個身體會壞掉 靈在身上 這個叫身體 靈離開這個身體 它叫疏體 那疏體它就會爛掉了 那靈要歸到哪裡去啊 總是有來有去嘛 確實沒有錯 靈魂是能量不滅定力啊 它是不滅的 所以它就過身了 離開叫做過身嘛 過身就過別的身體 那過到哪裡去 當你離開身體之後 靈魂離開身體之後 這個身體變疏體 這個靈呢 就會變成靈光 靈光它有幾個level 有佛光 有神光 有鬼光啊 就是用文字來前述它 因為光的亮度不一樣 用三個level來把它前述這樣 變成這樣 那這個靈產生這個光 它的亮度 就由你當人的時候 你的心戀上 你的能量正能量 正戀的思想 正戀的行為 你做的越多啊 你的靈光就會越亮 所以更高的就是佛光普照 佛光就很大佛光 神光就小一點 那更暗淡的 就是你做的是負能量的 負能量 你這個靈一離開 可以說那個只有暗淡的 暗淡的 是 那個時候 就是用這個光來前述 你是哪一個level的 哪一個level 不懂就不懂 所以不懂就會浪費人生 他不會去把握這個當下每一件事情 但當個教授他可以 當下才領悟到 才領悟到 所以現在魂鎮鎮 真的那個 我自信喔 我的體能啊 沒法這樣 一天喔 錄了六七堂課 講了六七堂課 這個是要相當大的體力 腦力啊 他還在準備啊 不是上來可以滔滔不解 不是這樣的啊 因為 這個是我們這個年紀 才能可以領悟到的 和俗間在賽跑了 以前種種被俗間強到 強走了你的人生啊 對 人是這樣 草生草鼠嗎 不是喔 不是草生草鼠喔 你可以做到天地人 三彩之衣耶 所以看天地 從 從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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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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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天地人啊 那就看你現在 你明以後 你懂了 你懂了 所以這個有這個基隘這個福報 要來聽這個 周周大開心的手術啊 要珍惜啊 十二萬九千六百人 多少人就這樣 沒有那個基隘 他沒有機會嘛 清陽期 單喘毒獸 黃陽期也顛喘毒獸 也因為這樣修道成功者不多 所以上天 老母上帝 才將這個祖古不清純的道 下放到人間來 透過天命的老書 來傳達給你 你有那個基隘 就會遇到銀寶書 好不好 引進你 保健你 得了這個 開諸位諸本的道 希望你這個 諸位諸本打開之後 你要有所領悟 了解人生 我們這一趟 我們這一趟 這一百年這一趟的人生 是你的靈魂本組裡面 一言會裡面 一個過程而已 它是過程 時間一到截至之後 它又是在轉換另外的一個直角 如果你有幸當到混好的 那混好喔 如果當到不好的角色 那你就是還要去接受 這種困境 困境啦 就像上一堂歌我講到 君主恕其外而行 不願乎其外 恕你富貴的時候 你行乎富貴 恕你貧賤的時候 你行乎貧賤 恕你遺底的時候 你行乎遺底 恕你患難的時候 你行乎患難 君主無辱而不住得焉 這個意思說 我們今天 我們的八祖病 我們的宿病 我們這趟的人數間 真的 如果要以公平來說 是很公平 因為這是你的陰連果報 你想要的東西 就現在你的環境就是這樣 就是了 所以你不要比 比下去你認為上天是不公平的 為什麼給多少的人那麼好 為什麼會給我這樣 其實不是 這些都是你自己想要的 當你現在得到富貴 你就行乎著富貴 有錢的時候 你有錢富貴 你還是要 要將你這些錢 散播給大愛裡面 能做多少算多少 你這一輩子能有錢 不是你聰明 聰明的人大概 大家都喝就很多 也差不了多少 當然不一定要像你這麼 有這麼的財富 是你上輩子懂得 運用財富 那上天就遵照你這個角色 來給你財富 你懂得去散播這些財富 這樣 來 恕你貧賤的時候 為什麼會貧賤 因為你上輩子管錢比較不會管 不拔一毛 以利天下 那既然這樣你錢那麼多也沒有用 因為你那麼多 丁也是零啊 你是賺一個數字而已 你完全都不拔一毛以利天下 從來沒有好好的善用你應該有的財富嘛 所以既然這樣你就給你這樣 這樣就要怎麼辦 怎麼辦 你說我現在都什麼都沒有了 對 要你那一點心 要你那一點心 有一個小孩子 看到人家在困難的時候 因為這個師父他要蓋佛堂嘛 要蓋佛堂 他把那一天賣的油啊 他的錢啊 就捐獻給那個師父蓋佛堂 結果回去 這個當下那個師父跟他說 以後你有事 到哪個地方找我 我在那個地方休閒 結果他回去他 賣油的錢對老闆沒辦法交代 但是他跟老闆講說 因為這樣所以這樣 因為他 不輸 不輸 這個替老闆你不輸啦 這樣 但老闆沒有那個觀念 啊 就說 不行 這樣不行 結果把他趕出去了 趕出去了 這個小孩子 小女生就流浪了 流浪之後 就很困苦嘛 後來 一段時間他想說 有一個師父說 我有困難的時候可以去找他 他本身這個女孩子就 頭髮都長了那個耐力頭 頭都長了一些皮膚不好啦 皮膚不好 常常會仰要抓破了這樣 滿頭都是這樣 以前的人 今天是很可惜啦 要洗個頭也沒有那麼簡單 也沒有回照 怎麼去洗也就是 結果皮膚不好 那耐力頭啦 那去找師父的時候 啊 將這個經過 這個過程中 師父就 主掌銀毛已經算出說 今天他會來 就叫那樹廟人喔 修行人 到那個大門口去迎接一個大師族啦 大師族 結果這個女孩子到的時候 這些修道人看到一個小師父 今天大師父要你不要在這裡吵 把他趕離開 到黃昏的時候 就沒有大師族來 結果又上去承報了這個大師父 結果大師說 都沒有人 都沒有一個人來 沒有都沒有 只有一個耐力頭的小女生這樣 就是他一個趕快去追回來 全部 同修就衝回下去 下山去 去找人 找到了 找到了 來了就把他帶到 書廟裡面去 裡面去 這個師父就 講道理給他 講經典 因為他有那個善戀 有那個善戀那個慈悲心啦 他那清經典他是可以領悟的 後來眼睛就瞎掉了 眼睛瞎掉了 瞎掉已經夠可憐了 到最後 人生是 掉到糞坑裡面死掉了 這個是 做好事為什麼 為什麼要受到這麼大的報應啊 這麼報應 但是 這個大師父很淡定 把他收書埋葬好 把他辦個儀式這樣 就 跟這些修道人講說 因為他有那個善戀 做了部書 結果那個仁叔叔信本上 他的本善是善良的 是 他的三宿因果 他就是要 耐力頭 有一代要 這個 眼睛要 瞎掉 那第三代他 就是要屬於 灰命 死得很慘 就這樣 那三宿因果 一宿就全部把它解析 就是 因為他 做了這件事情 你們不要 不要 認為說 因為這樣來影響到 你們的修道 懂 靈禮澤 他就懂了說 這個因年果報 我舉這個例子 就是要和大家來混享受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都不一樣 有錢人真的是很有錢 隨便做都對了 沒有錢人就是 為了三餐真的是很困苦 沒拼沒人好吃 先拼就不好吃 沒有拼 就沒得吃這一餐 拼了 也馬上要花掉這些錢 去 再養 這一段日子的狀態 甚至是要去還前面的負債 對 所以這個 你筆下去就會很痛苦 就很痛苦 因為 到舒服就到 人的因年果報 那我們再講回來 李定文教授 他得了到 大概只有 開了諸位之門大概 五年還是六年 就大概這個時間而已 五年左右而已 對 你看他現在的動作中 他領悟到 他領悟到 領悟到怎麼辦 用他的優勢 他的優勢 讀書 讀書讀很多 要來講這些 他越講他越領悟 越領悟 越看得開 那法寫會越充滿 他在這裡射門之後 他還坐到屏東去露營 台北 北中人就一直在講科 一直在露營 這樣 就他領悟到了 那我們還有一個 庫康巴索的書記 叫 延明泉 延明泉 他每天載老人 到醫院去服務 這個都是免費的 這是我們基金 基金會在營運的 在營運 他們的新租 政府有這個預算 我們就是完整這些工作 一樣的駕駛先生 駕駛小姐 下班之後 有人大家都下班 但是他下班之後 他會在這個基金裡面打掃 打掃 各種領悟到 然後人生是不一樣的 那我說昨天 因為我 我手就貼了一個這個藥膏 沒有輸染沒有什麼事 還是可以動沒有什麼事 我貼了這個藥膏 那就不能去游泳了 不用了主人長說 爬山 那我們去爬個山 好好好 就零屬 零屬想到了就這種氣了 那他就找了 他又帶那個印度的島青 羅佛羅 就一直去 在爬山的時候 在爬的時候 爬到第一階啊 那個羅佛羅一直看我 他一直看 一直看我 他一心想說 這個蘇牛年紀這麼大 應該到這個地方 就會想說要回去了 沒有 我繼續走 繼續走 走到第二階的時候 他就喘得不得了 他說我要去坐一下 他心想 他這個一坐啊 想說應該蘇牛這個年紀 應該會收 他要回去了 我喝了兩口茶之後 我們就記憶前進 就攻頂 就攻頂 就達到這個山丁山的 山丁 這個上面 因為昨天有下了雨嘛 欺了人不多啦 欺了人不多 對 這樣 攻頂 他還是一直看著我 他說 蘇牛 你如果到印度去渡人 講你七十三歲啊 很多人一定會崇拜你 一定會開智慧 因為開了智慧 這個之位 你可以講到你的健康的情形 給他們聽 這樣 我說對 因為我在和蘇菅賽套 他說印度的人沒有那個觀念 很可惜 年紀輕輕 五六十歲 大家都 就好像肚子都很大 肚子都很大 就好像人生的後面方向目標 不夠清楚 希望我到印度去開放引渡他們 這樣 我說好你也自己把道理練好 這個是 我們是年紀大去領悟到人生 就像李定文教授 像富剛八四的這個書記 嚴明全 因為他每天在的都是病人 甚至 甚至他每天在的人 他們一定在的很多人都已經離開了 離開了 你聽懂我的話嗎 他這個人一再再再 喜順嘛 生病嘛 到最後都一定會 歸空嘛 歸空就是 就是像上帝報道的意思 他這個 家屬先生 富剛八四的家屬先生 領悟最孫 領悟到人生最孫 他說我沒辦法做什麼事 我就把這個修行的地方 把它打掃的情節這樣就好了 李定文叫做蔣柯 他是他的長處 他說他 我就來做這個事情 好 那我們廚房 有很多的家人 我就是把這個廚房的 換菜煮好 給大家 修行人 可以出了一餐好的 有些同修他們就一直掏 拖地板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就很潤潤來 還有我們的寢宿 有一位票子就在那邊打掃 那一位票子就在教這個 白洋會命功 教你如果 身體健康 對 這個都是有意義的事情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某些部門 是都可以做得到了 所以我們就 這三個老先生老朋友 相繼了一句話 引進了我們的思維 思維 放下過氣 過氣就過氣了 每一個當下要把握 每一個當下要把握 就是我們上個堂的講 黃成欣 引迪迪爾的指引掌 黃成欣 他現在是世界級的轟 轟銀輪 我們其他的例子是最好 他講說過去很重要 他在強制他的洗碗的過程中 他態度對 用心對 結果到最後他的低統金 他創業的低統金是這個董事長幫他的忙 打電話給投顧的董事長投入他 第二他說 好 傑出的運動員 特殊的好的人才 好的人路 包括那個修行人 他們都可以懂得 懂得放下剛才的事情 保護的每一個當下 這是給我們感覺得到了 很多人把人生就一直浪費在 在過去的事情 有一些因應 婚姻不美滿的時候 或是小孩子的教育 搭配不順的時候 或是你的財務上 不順的時候 或是說你的人際關係 同事之間 同修之間 社會上和你的相處 有不順的時候 不要把那個心境 放在那些地方 那是可惜的 要立下我們前進的目標 就問你說你現在的 心態上你修行的功力 提升了沒 你的靈魂的本質 心態提升了沒 你聽了保護當下 做了多少呢 你聽了叫你放下 這件事你有沒有放下 因為我們的起心動念 是可以學習的 可以修煉的 我們練都一起來 過去的音樂 趕快放下 放下想新的事情 如果你還是沒辦法 我國內你練 迷樂救苦尊經 迷樂救苦尊經 你練下去 你自然而然 你都會靜下來 這是我們白羊修道者 可以說每天都在用的 我連在游泳的時候 我都在練經 是 我練這個經回向給 有困苦的人 我們有個誦經 誦經的群主 只會有人 朋友 親戚 有什麼人 受到困難 身體不舒服 怎樣的時候 你潑進來 人家就會恭頌 明天就一次給你 兩次 多一點五次十次 都有個人的時間不一樣 你看 你在練經的時候 你要回向給別人 這個當下 你就除悲心的花端 這不是佛是什麼 這不是聖人是什麼 就是這樣啊 是啊 我舉個例子 有一隻彌虎 他手上抓了很多的 這個肚子 這個肚子 抓了 這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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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小心啊 掉了一顆 掉一顆 不知道什麼時候掉也不知道 他心想說 要去找啦 找來找去 怕來怕找 又找不到 結果 後來他就 就怕那顆 豆子是 掉在那個 草邊還是怎樣 他把他的豆子 雙手的豆子 把他放在 旁邊 放在旁邊 用心去找 結果他在找的時候 過程中 被那個鳥 雞 把他手上的豆子 全部吃掉了 到後來 到後來 連那個掉的豆子 都沒有找到 這個 例子 就在提醒我們 你為了 輸落了那顆豆子 輸掉了你全部的豆子 你為了你人生的五件事情 你的婚姻 你的小孩 你的財務 你的人際關係 你的身體 的事情 有故意不棄的 你一直要想辦法去把它改變 其實不用 你念經回向給他 你有財力上可以你做 做一點功德事 不是救濟 救濟是福報而已 是 要做功德事 在修行的道場裡面 你有幫幫忙 幫幫你的財書 幫幫你的法書 幫幫講話 譜助眾生 幫幫無畏書 就像那個打掃的 法書就像李定文教授講科 波斯系 全世界都在看 只有有一個人看到了 他領悟到了 這個有功德了 一則信息穿說術語 有人點開就有機會 一則短片上傳網記 道場祥證 詳請宣傳序 就是可以細數給大家聽 這個時代就是這樣 無畏書 法書 財書 你做了到了 你就做 像這一次我們要到日本去開放的團隊 那些老師 天命老師 兩個人才發動起來 發起起來 說要去日本開放 人才在道場裡面 就一個人才而已 但發動起來 你想不到有七八個天命老師 他們寧願投入在這兩個人的身上 就要去買房屋 當開放的第一站 開放的第一站 對 基本上這就是 這就是行功了願 那是有意義的 那個不是在救濟 那是要使人的 我們修辦到我們沒有國際 有這個境界而已 道的境界 道的境界 這個就是聖賢仙厚的境界 天使的境界 只要我們懂得這樣 不要為了輸氣的豆子 輸氣了一顆豆子 掉了你所有的豆子 就非常可惜了 所以把握了每一個當下 自己努力 最後祝福大家 滑起充滿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 表示一個金 一掌聲熱烈 再來 感謝大德樞紐 十杯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請坐 非常感謝大德樞紐 為我們慈悲勉勵 就像樞紐要去爬山 要登頂到最高的這個山頂的時候 沒有 過程中 在順利交錯中 你要感恩自己 不卑不亢何事宜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往前 可能會有 旁邊有什麼機緣 給我們有一什麼的提醒 你把提醒當成動力在前進 會是對我們更有意義的 所以在任何的時刻 我們的訓練要時常拉回來 我們過去累積 創造我們什麼善因緣 現在往未來 創造什麼善因緣 這很重要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謝謝大家